晾载 打台球不建议使用的六个入土 啊不 是入门小技巧 技巧一 实战中经常会遇到白球贴裤 打这种球对新手来讲容易吃干 那么可以先瞄准高干的位置 小力一推 再闪现补一刀 啊 球就近了 技巧二 遇到这种情况 白球后面有障碍球 高手架的话 容易抽筋 导致出干不稳 那么可以 平本式借一下障碍球 这样出干 发力非常通透 技巧三 遇到这种局面 红球没有进球路线 选择小力轻推防守的话 风险较高 对手容易勾进黑巴 那么可以 在打红球时 架高手架 瞄准高干又晒 然后只要这么一撇 啊 球就近了 技巧四 遇到这种局面 想要轻抬的话 打进红球后 要把黑球解出来 对初学者来讲 难度较高 那么可以 架高手架 出干幅度 稀微大一点 啊 黑球就解出来了 游手之前 非常好用 技巧五 遇到这种 黑球的进球路线 被障碍球挡住了 跳球打的话 容易进白球 那么可以 把手架 架高一点 然后只要这么一打 啊 只跳目标球 白球就不会进了 技巧六 讲讲开球技巧 像这样大力开球的话 非常消耗体力 对初学者来讲 难度较高 那么可以 选择省力冲球 诀窍在于 先调整身体重心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出干延伸 一定要踩 啊 这样进球率就高 量载 带点水果 来医院看我 下课 下课